欢迎来到300秒懂平行进口车 提到丰田的硬派越野车 普拉多和兰德库鲁泽是当人不让的明星产品 不过丰田旗下并不是只有这两款硬派越野车 丰田家族旗下有着多达7款硬派越野车 从经典的LC70到入门级穿越者 个个都是狠货 而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有小霸道之称的穿越者 它也是最便宜的7座进口越野车 很多中国用户对于穿越者较为陌生 它的官方名为丰田Fortuner 平行进口车商把目前市面在售的第二代Fortuner命名为穿越者 初代Fortuner诞生于2005年 它是基于丰田海拉克斯皮卡平台衍生出的车型 Fortuner首次在2004年12月的泰国国际车展上亮相 05年正式登陆东南亚市场 上市销售后引起不小的轰动 除了东南亚市场外 在中东 澳大利亚 印度 阿根平 巴基斯坦等国家同样颇受欢迎 从而逐渐演化为一款全球化车型 国内的平行进口车商也引进过第一代的Fortuner 并赋予它奔跑者的名号 奔跑者一直到2015年才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大换代 丰田于2015年7月发布第二代Fortuner 第二代Fortuner就外观而言比第一代要更为时尚 前卫 设计中加入了诸多时下流行的设计理念 如大面积的镀铬进气格栅 运动画前脸 细长的头等等 且它的侧面观感更为高挑轻盈 在弱化C柱造型后 隐藏式立柱延伸了车身视觉长度 车身的腰线也更为动感 外观改变仅是一方面 而硬件才是最为主要的改动 第二代Fortuner取消了全14区系统 改用分14区 同时也换掉了上代车型上的4AT变速箱 虽然四驱结构的退化略显遗憾 不过动力系统延续下来了 穿越者采用型号为 丰田2.7升TRFE发动机 最大马力166匹 峰制扭矩245牛米 4.0升车型 由于价格过高 所以不受消费者待见 主要的走量车型都是2.7排量 国内引进的穿越者都是中东版本 只有汽油型号 并没有柴油车型 目前国内在售的有 18-19-20款车员 可以简单的区分为 SR5为低配 EXR为高配 低配的SR5版本的配置也较为基础 它配备了17寸铁轮 多功能方向盘 织物座椅 卤速大灯 手动空调 胎压监测 主腹安全气囊 吸部气囊等 整体的配置较为常规 能够满足正常的使用需求 来到高配的EXR版本 可以看到差异配置并不大 轮毂升级为铝合金材质 内部增加了定速巡航 彩色仪表 外部增加了雾灯 车顶行李架 以及驻车雷达 这1万多的差价不大 而且这些配置都可以自行加装 如果是想要后期进行擀装 建议购买SR5版本就可以了 部分用户对于汉兰达和穿越者 选购有一定的困扰 因为两车的确有价格重合的部分 汉兰达从车身尺寸上 就和穿越者非常接近 不过两车各自的优势和差异 十分明显 汉兰达是承载式车身 不带大梁 所以内部的空间利用率上 会比穿越者更好 再加上汉兰达的内部配置上 要比穿越者更为丰富 内饰的做工用料更为优秀 驾乘舒适度方面 汉兰达得益于前麦福逊 加后翼型多连杆悬架的配置 日常舒适会更好 穿越者的后多连杆 整体桥式悬架 是在这方面会略逊一筹 不过穿越者并不是没有优点 它的越野能力是汉兰达这类城市SUV 不可比拟的 在恶劣路况下的耐久性 也优于一般的城市SUV 毕竟有海拉克斯的底子在 如果同样的价格 城市道路用车更多 选汉兰达没错 如果有一定的越野需求 穿越者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缺失的舒适性配置 都可以通过后期改装获得 何乐而不为呢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中东车型的排放问题 国六已经基本判死刑了 所有港口在售的穿越者 都是国五的车型 国内部分地区已经不能上牌 不过部分区域 还可以通过二手车传入进行落户 对于北京区域的用户 在12月31号前开出车辆发票 上牌日期可以延长到 20年的3月30号 好了 本期的300秒动平行进口车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还有其他 想要了解的平行进口车 欢迎到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想了解更多平行进口车的 新鲜资讯以及价格行情 就关注平行进口车情报站 和平行之家微信公众号吧